本節目主持及嘉賓內容與本台立場無關 今晚這位嘉賓第一次上來聊天 究竟是哪位朋友呢 她是唱歌 早期演過戲 做過演員 可不可以告訴我 待會我們先看看這張照片 大概是幾年前 10年左右 一零 一零年 即是他們現在11年 差不多 11年前你多少磅 286 2810多磅 11年後的你現在多少磅 現在我猜160-180度 160? 我都比你重 不是吧 我現在161度 我減到160磅 現在開始做磅重一點 OK 好 讓現在看看真面目是什麼 雖然都要戴口罩 Hi 你好 好 黎俊儀 Hello 可以看少許 除淨一分 一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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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朋友經常問減肥 因為我們有一個師傅 有一個叫做醬素療法 是 其實有些朋友懶惰 不想節食 師傅說唸歌送字 減肥 所有人都想要 所有人都在問 那我就知道 聽我們節目的觀眾 很多人需要減肥 是 那不如你分享一下 如何減二百磅的經歷 因為最初我說 為什麼我會減肥呢 是因為那時候 二十多歲 都已經血壓高 睡眠窒息 我自己又怕死 不知道何時會躲在街上 有沒有試過 試過差一點 差一點 我差一點 幸好我意志力夠堅定 找東西扶著 然後試過幾次睡覺 無法呼吸 後來去醫院檢查 原來真的有睡眠窒息 很容易有 後來 也因為我自己是陰默 因為我覺得 沒有一個健康的身體 很多事情都做不到 不要說做夢了 平時生活你都會影響到 既然這樣 就為了自己的夢想 為了自己的身體 不如下定決心減肥 那下定決心 如何減肥呢 你是生同飲食還是怎樣 那時是一開始 二百八十多磅的時候 我就先飲食 就是加了澱粉質 飯和麵包等都不吃 然後就吃一些燒東西 爬東西和蒸東西 生活作息都要改善 一定 因為那時候 經常都要去三四點才睡 現在沒有特別 都要十二點多便睡 嗯 好啊 然後喝多點水 喝多點茶 燒一瓶 現在就做健身 然後減到二百磅 比較鬆一點 我們就開始做運動 是 輕一點 游泳、跑步等 現在減到一百六十磅 之後 就開始做健身 和肌肉 對 很好啊 絕對是一個人版 300磅 都可以減到現在這麼健身的狀態 你其實可以很健身 因為你夠高 那你去到一百六十磅 已經很標準 真的 很厲害 是 為健康 你剛才說過 差點睡眠窒息 那些情況發生 有沒有試過一些很危險 驚嚇的情況 死了死了 我會不會死的 那個情況之後 會不會突然離暈 會看到異象 那樣 那倒沒有 不過純粹是嚇到 因為無法呼吸 你立刻要彈起來 然後吸氣 然後你會覺得 如果有什麼事 你知道這些病是睡眠著睡眠著睡覺 會不會死 那這個 我不知道 可能對我來說 已經是徘徊生死邊緣的時候 有人說 你不是 講話這樣說 有些人經歷過生死邊緣 可能見到光 的人見到我回來 炸魚 我真的死了 那些之後 會經常見鬼 你沒有這些 我沒有 不過你也有經歷 我有的 好,來吧,分享一下,入正題 不如說我自己吧 我想是去年的事 有一天,睡到凌晨3時多 我想去廁所 我去廁所的時候,走出房門 我看到廁所門口的對出 我看到一團深灰色的物體 你會看到一個人的橫面 你會看到眼耳口鼻的輪廓 上面是深灰,慢慢地漸變,透明地沒有了 因為我剛剛睡得很眸眸眸眸眸眼花 其實我眨了幾次眼睛 後來還在 後來我心想,我都很害怕 你是不是想說,糟糕了 絕對,糟糕了 後來不理了,死忍了 忍了一會,睡覺就沒問題了 然後等一下,真的搞定了 忍到第二天 到第二天,我找個機會 跟我家人說,和我媽媽說 說回這件事 昨晚我看到這些東西 然後我媽媽就突然跟我說 其實我之前,有一天 下午,她走了 不知道為什麼會走去我床裡睡了 那床不是她的,很奇怪 她睡覺時突然醒了一醒 她看到有一個四五十歲的男人 還有一點點禿頭 地中海那隻 坐在我床尾上 睡覺了 下午也出現 我媽媽睡在那裡 她看見有個男人坐在床尾上 她說她可以動 她說這隻東西是定格的 她說大概一分鐘左右 她就開始看見這東西動 她開始慢慢地起床尾上 然後飄去我床尾上 因為我弟弟有個衣櫃 飄去我弟弟的衣櫃 裡面就沒有了 入了衣櫃? 還害怕 摩衣櫃 即是她躲在裡面 她隨時出來 我不知道 我跟媽媽 會不會大家看的是同一件事 因為我都聽過 雖然是同一個人 他們未必看到同一個形態 可能有機會是同一個人 因為段故應該不會有兩個人這麼恐怖 可能也不知道 不過阿庭也想起一件事 後來我媽媽又說一件事 我不知道關不關 就是因為我們搬新屋的時候 因為她說她不懂這些事 就是要拜四角 然後她也不懂這些事 誰知道她打算等裝修師傅收工 大概都已經六七點 然後她才走來拜四角 然後我也問過 其他相關的朋友 她說 你拜四角當然不會這時候拜了 你今天日早早 或者最多是下午 對 那你整天早上有些東西過來 你越晚越多 對 因為我們這間房子 是我們第一課進去的 但是之前這間村 是新村 都已經沒有人住 一年兩兩年了 我們是第一課搬進去 駿陽村嗎 不是 不是 是蔣君澳 然後 我就想 會不會是因為這樣 有機會的 因為那些房子 可能你一段時間 他們已經盡住了 人味到他們才霸佔了地方 然後我媽媽就跟我說 因為我本身自己有信仰 我端著教的 我就說 會不會找些師傅 我去師傅 會不會搞搞他 我說不要 如果他不搞我 我就不要搞他 我是這樣的心態 結果是沒有處理到 沒有處理到 但現在到現在都沒有見過 那可能路過 不知道 是嗎 可能見你 咦 新鄰居 來探望你們 是 因為如果他認得是先人 他應該知道 知道 這樣清晰的樣子 而且他也沒有惡意 他只是坐在那裡 走到我弟弟的衣櫃裡 他不是特地嚇你 又不是恐怖 那你有沒有炒一炒 衣櫃裡面 有什麼不同了 或是有些古怪的東西 為什麼要炒我弟弟的衣櫃 你會這樣 你會這樣 不要搞這些 突然一旦 撞開個鬼 看到頭 嚇死了 那你也會搞的 如果他在裡面的衣櫃 他會隨時出來 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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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搬入這間屋之後的經歷 算不算是最貼身的一次 其實也不算是 因為當時我不是在場 我在外面 我不是在家裡 只有我媽媽在家裡 我出去外出 但你也看到那個影像嗎 我也是 但始終也有一段距離 但我還有一件事 反而是更近距離 就是我有一次 很多年前 我去新加坡旅行 都是一家人 那時候我弟弟還是很小 一個BB 因為是BB 所以一定要跟我爸媽同房 只剩下我一個 我想十幾歲左右 然後 剛好同團 當然已經成年了 同團有一個 應該跟我差不多年紀的男生 自己一個人去旅行 即是跟團 這樣 我不知為何他自己一個人 十幾歲 也是十幾歲 然後他自然會安排我和那個男生同房 我不介意 大家差不多年紀 後來我想 因為我個人 你住要幾天 當然要跟他打好關係 先跟朋友 我跟他第一晚 第一晚已經出出地視 為什麼 就是 就是 我 搞定了 洗澡 大家坐在床上 不是 在床上 那當然 對 不用說這些 然後 我就 突然 不知為何興起 我突然想說鬼故 哦 端端說鬼故 對 然後我就說 一個 即是說 洗澡 在廁所的鬼故 即是說 有些霧 即是有些下氣 看到一些字 對 然後我講一下這件事 我想我講到 說 快玻璃會出現一些字 然後 然後 突然之間 我跟他 都聽到 廁所 灑 是花灑的灑 是開盡的 即是 我有些跟朋友說 會不會是滴水 或者是不開盡 不是 是直接開盡的 那 即是有沒有看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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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 起碼是灑了幾分 幾分 然後 我們就坐在那裡 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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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想不是吧 這麼邪惡 我在說廁所的事情 你在廁所做這些事情 後來看著他 沒有聲音了 沒有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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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不說了 睡覺了 都沒有進去嗎 沒有 那你也要看看 是否真是假的 但我純粹 我覺得 已經是害怕的 即是你確定一定是 是 肯定不會是隔壁房 因為很明顯是我們廁所裏面 那有沒有第二天看 是真的濕透了 沒有 沒有 又沒有濕透了 沒有 但它很明顯是 一定是我們酒店房 廁所裏面 是灑的 是開盡的 是的 這個我就覺得 會不會真的 與那些事 既然這樣 我就會給你一些東西看 就是這樣 那這個出事 就不是你和他真的有什麼爭執 對 因為你對住幾天 是的 那房間住幾天 住兩晚而已 然後就沒事了 沒有了 是否搬到另一間酒店 就沒事了 就沒事了 所以有時候真的不要亂說鬼故 在酒店 你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加上酒店經常都有這種說法 是不是美房 不是 不是美房 我家人盡量都不會住美房 有時候不到你決定 盡量安排 跟我領隊導遊說 其實你就 就是這樣說 現在開始有這種感覺 是 那你跟著就開始做演員 是 你在大台做過 是 有沒有聽聞大台有什麼 古裝街 你剛才不是拍古裝的 有一次就是拍古裝 但是這個不是我自己看到的 是我的朋友看到的 是 也是晚上的 然後呢 我們在城樓上面 其實我們不是拍攝機的 純粹是一群演員 在戲劇 然後呢 我跟朋友站在城樓 看上去下面 古裝街 然後呢 我的朋友突然跟我說 拍我的肩膀 我剛才看到什麼 就是這樣 然後呢 他看到 古裝街那裡 有一間酒樓 經常做青樓的事情 然後呢 他就說 看到一團白色的人影 飄在酒樓的位置 飄過去對面那條街的樹 沒有了 那時候沒有拍攝機 沒有啊 我們純粹是在休息 那樓下沒有發生的嗎 沒有啊 沒有啊 因為他拍攝電影 基本上所有工作人員都在上面 當時是多少 我估計 我估計是過了12點 即是深夜的 看到白煙 我看不到 但我朋友看到 嗯 那常常說古裝街是最猛的 其實也是 嗯 那我不會說的 不會經常說 對 那你一個人就沒有見過 我就沒有 嗯 嗯 嗯 那電視台 經常都有這些傳聞 那當然是否真的 每個人都看到 我相信是看看你的氣場 是 還有你是不是 即是 有時候可能太累 那些 就讓你見一下 是 這個就是 有時候看時運 但有些人是經常見到的 或者開到天線 原來也有一個親戚 是經常見到的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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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有一次 你知道老人家很喜歡神魂 那些人 大概4點多鐘 如果想到神魂前 就是去倒垃圾 他以前是住的公寺那些 井寺營 公寺營 總之一開門便看到對面的 大約哪一條村 沙田 他開門時已經看到對面有兩個小朋友 你當作一個小朋友A小朋友B 他見到小朋友A就好像跟小朋友B在玩 但當時4時很清晰 但他已經覺得奇怪 他沒有理會 倒垃圾後走回家 然後他見到 為何小朋友A好像知道我阿公看著他 因為我阿公也會再看一看 他見到小朋友A突然轉眼看著他 他說是笑 像奸笑 總之笑得很噁心 而且是七孔流血那一隻 因為我阿公見到太多這些東西 所以他又覺得沒什麼 而且還有段距離 所以我不管了 回家再下街 然後到神運完之後 他回到家樓下 他見到有些人圍著 他走過去看 後來看原來有人跳樓 然後他再看 那個小朋友這麼熟口臉 然後再看原來是小朋友B 然後他就想了 其實是否小朋友A 就是那些東西 然後找到小朋友B去做 然後搞到他跳下來 這樣 這麼早發生這件事 這個小朋友有沒有 這麼早一個人出去了 他突然意外墮樓 那我阿公就不知道 總之他回到家樓下 就看到已經躺在那裡 就是這樣 那你阿公是有陰陽眼的嗎 他本身也見不少 所以從來都告訴你 他有見過的 有有有 那知不知道什麼原因見 阿公有沒有說 我阿公沒有說 不過我媽媽就說 我不知道 因為可能以前那一代人 就很喜歡吃狗肉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關係 因為我也有聽過 吃狗肉 因為狗有靈性 然後如果你吃得多 有機會是會 對這些比較敏感 是的 那當然現在不會 對 就不會做這件事 基本上 因為這些也有 葉等等 不知道關不關 可能是 跟他自己的八字也有關係 或者跟村子有沒有關係 有多不多這些傳聞 那條村啊 你不是住在那裡 我不是住在那裡 我屋時還沒出生 是的 只是我阿公有時候 很喜歡說這些 說回我們 可能是孫子 聊天 等等 待會再聽一下你的經歷 有一件事 今晚 我們要先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發生在昨晚 又有懷疑 一些古怪聲音出現了 因為昨晚 有一位朋友說到一件事 我們炒後的時間 恐怖多點都會回應 就說 那條村 也是一些村 不是屋村 是那些鄉村 就是元朗、新界的村屋 零零石小 我們可以看一條影片 有一些旗就圍住了 好像突然間有個結界 就有一些紅紅綠綠 顏色的旗就圍住了 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就覺得很古怪 她說媽媽住了這麼多年 都沒見過 有人會這樣圍住一些旗的 加上他們昨晚說 有些高靈人士看到 有一張照片 就好像圈住了一個頭 會不會那裡有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你看到一些旗 有些文字 我昨晚也有些泰國的東西 其實不是的 稍後時間跟大家說 究竟是什麼來 還有什麼作用 我圍住了在這裡 這個 不是現在所說的重點 稍後才會解構這件事 重點就是昨天有人打來說這件事的時候 很古怪地有聽到一些重複的聲音 我不敢肯定是不是 所以拿出來跟大家一起聊一下 聽一下好嗎 細心留意我和這個 報料聽眾對話當中 好像有些 不是我們兩個 這麼簡單的聲音出現了 類似在搭爹的 我們先聽幾個片段好嗎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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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怪了 如果你住了幾十年 譬如說 每年有一些 出現了一個 她有說過 你留心一下我和那個女生 聊天的聲音 那個通 突然間穿插了 是呀 那些東西 我們先聽多一次 是呀 是呀 這樣就怪了 如果你住了幾十年 譬如說 突然間出現了 對呀,那個 先聽著,不敢肯定是否他 我也不敢肯定 但又好像與他無關 音質不同了 不止這個,我們再聽幾個 出現了一個 重複聽多一次 上星期才掛 嗯 那我就想請教一下有沒有 聽到吧 究竟是否他 我們剛才懷疑了很多次 會否是他的聲音突然間不同了 大家聽一下像不像,好嗎 幫忙一起聽 我也不敢肯定 不止因為對話當中 是要不停出現的 我們剪四個片段,剪第二個 好了,聽到第三個 是啊,是這樣 即是那些旗應該都不是不好的 相信 他不斷回答 是啊,那些 剛才我聽了 好了,我們再聽聽 好,我再傳給你 是的 謝謝 拜拜 拜拜 有個拜拜 好像不是他 好了,大家幫我分析 你做什麼 沒事 沒事 你什麼事? 沒事沒事 你告訴我 突然間 有感應嗎 也不是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這些事突然來的 不知道 為什麼你好像我一樣 當我聽到 真是一些古怪的聲音 我那次在Will 工作 我真的沒有試過 我真的要同事拿紙巾給我 我好像現在這樣 當我聽到我那些人 像是觸動到我的 一些感覺神經的時候 我就會流眼淚 你突然很強烈 你突然很強烈 我自己突然會這樣 我也是會這樣 當然我不會現在聽到 因為我外面聽了幾次 是啊 我那次 就在廠裡 我要同事拿紙巾 我要慢慢去 這樣 好恐怖 會不會是嗎 感覺到嗎 感覺到 真的嗎 我剛才沒有管動 真的聽到 要不要再聽一次嗎 大家 我一次過給大家聽 剛才那四個片段 好嗎 是啊 這樣又會掛 如果你住了幾十年 譬如說 每年有些 上星期才掛 嗯 那我就想 教一下有沒有一些 是這樣的 那些期間應該都不是不好的 相信 好啊我再傳給你 是啊 謝謝 拜拜 拜拜 怎麼看呢 是否回音呢 我真的不敢肯定是否 因為他的電話好像收得不太好 有時候會稍稍的 會不會是 應該就不像回音 因為回音呢 不是這樣的情況發生 因為回音是重疊了 但是他現在突然加了一句給你 他不是在說系雅 他不是在說系雅 他在說其他事情 也有系雅 是啊 即是他現在好像 正回音 中間無端端回音 兩三次出現 大家有什麼反應啊 電話回音啊 不 肯定不是回音 如果回音是即時出現的 我覺得是 不可以叫回音 這種應該不是叫回音 你說是否他 再說一次 只可以說 即是他的語氣 有兩個語氣 去答的 我只可以這樣說 一定不是同時間一個回音 因為回音是一模一樣的 這個肯定不是的 昨晚那個聽眾 會不會看到今晚的節目呢 你有沒有認得出 那些聲音是否不是自己來的呢 或者會不會打給他呢 那我們就清楚了 有沒有人起雞皮 有沒有人覺得是真的 有沒有人覺得 其實一直都是我們直播室的那個姐姐 嘩 你的眼水還在 水光光眼睛看著我 我已經站了雞皮很久了 我一踢他 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因為我們這裡有個姐姐 很多時候她還在 真的嗎 是啊 somewhere out there 這樣 她有時候都會出現跟我們聊天 如果是她就不是第一次了 因為有聽眾好像說 扮她說話 似啊 就是似 她的語氣是似 令到我們分不太好 究竟是不是她來的 是啊 是啊 這個就不知道了 等高齡人士幫忙回應一下 好嗎 昨晚有人聽到之後 馬上告訴我們 她似得我都覺得沒事 我沒有感覺到是 是這樣的情況 好 一會兒看看有沒有人回應 好了 至於那些旗是怎樣 稍後找師傅幫我們回應一下 其實是好東西來的 是啊 不用怕 那為什麼是好東西呢 而且看到你應該走過去 為什麼呢 一會兒就當個冷知識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現在讓你休息一會 靜下來 靜下來 我回來再跟我們嘉賓 黎俊賢聊天 電話號碼98844-989 想看完內說話 立即上回MMPrint.com 支付寶信用卡 Payme 即時可以開通 上我們的會員 會看完所有節目 好 回來收費時段見